再来,我们要来讨论三角形的高 所谓三角形的高,指的是 从某一个顶点出发 而且垂直于该顶点对边的直线 由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来 三角形它的高跟顶点 还有顶点对面的对边是有关联的 因此一个三角形 我们从不同的顶点出发 可以取得不同的高 我们来看看 假设我从A点出发 依照这个定义 从A点出发,并且垂直于A点的对边 那在这个图上我们可以看出来 A点它的对边就是BC边 我从A点出发 跟BC相交在D这个点 从A点出发的直线 而且这个直线跟它的对边 BC是互相垂直的 互相垂直的 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说 BC是底 AD是BC的高 换个角度 我由B点出发 B点的对边 是AC这一条边 由B点出发的线 和AC相交在E这个点 而且由B点出发的这条线 和它的对边 AC边垂直 那我就可以说 AC是底 而B1这条线 它是AC的高 再来 我从C这个顶点出发 要垂直于该顶点的对边 垂直于C点的对边 C点 它的对边就是AB边 由C点出发 而且 和AB边互相垂直 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说 AB是底 而CF这条线 就是AB的高